讓我們歡迎破譯女神 Kimberly 陳芳宇 其實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會 跟她合作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是 這些歌手名單裡面有幾個 應該是 比較有那種洋氣的vibe 所以我有可能會達到Kimberly 然後結果真的就是Kimberly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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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抱歉 等一下 很高興認識你 我其實本來不緊張 但我是有點緊張 欸 我也 OK 酷 一起緊張 那我本來想像的手腕狀態 應該會是比較 比較強烈 很有氣勢 很有 很磅礡的 結果 她提供我的reference 其實就是整個方向性 實際上是比較Acoastic 知道跟Kimberly合作 我有把愛妮這個MV 看了好幾次 然後包括她 當初創作這首歌的一些 新的新聞 那個我都有看 她去研究了愛妮這首歌 所有背景的故事 然後包含當初寫這首歌的人 為什麼會寫這首歌 這首歌是為什麼最後會變成Kimberly唱 她把所有的故事都研究完之後 她在她自己的人生經歷裡面 找到了一個相對應的故事 因為其實愛妮這首歌是一首女生 對男生很死心塌地的愛 就是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想要跟你在一起 對 那我的角色是有點像是 我是她的前面的情人 對 那我是在跟她講 我希望你今天這些歌詞是對著我唱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愛我 那也沒關係 只是我希望你這些歌詞是 可以對愛你的人唱 而不是對 不把你當一回事的人唱 對啊 因為這首歌只是有點像 I'm kinda like talking to you Yes 因為我看 我本來想問你說 who you're writing about Yeah is this like to your ex or is it like 我其實是在寫我的 ex OK OK 酷酷 可是我也是雙子座 然後我在說你在罵我嗎 他跟你一樣 他跟你一樣是雙子座 I see 因為我一直在錄我 我心想說 oh shit I'm foolish Sor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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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cool it's cool I understand 其實之前大家對這首歌 有可能就是一個 現在 然後它全是 是一個love song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love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有很快樂的 也有一些 regrants remorse 後悔的 有悲傷的 其實都有 那我覺得so what 把它的部分 讓愛你有一個 更深 更不同的角度 我在跟他彩排 但是同時我也是他的 他的粉絲 當下聽他唱歌 就覺得 我不想要去kill那個vibe 所以後面等run兩次 我才問他 所以可不可以幫你合音 我有個想法 就是那個 第二段副歌 我可以幫你合音 Really 對 可以嗎 我試試看 好啊 對 就是我沒有想到說話 這麼能夠唱 因為其實要在 直接在現場唱出 跟歌手同時唱出合音 除非有長時間練習 不然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為他唱得好 而且很準確 在音的使用上 每個方面 對啊 那 這也是我以前沒有看過的 手腕 對啊 我是很期待這件事情 我閉上眼睛貼著你心跳呼吸 而此刻地球只剩我們而已 你微笑的錯心總勾著我的心 每一秒突然 我每一秒都想要問你 就這樣愛你 愛你 愛你 隨時都要一起 我喜歡愛你外套 我的味道還有你的懷裡 把我們衣服扭過戶口 那就不要分離 美好愛情 我就愛這樣天氣 因為你 跟因為我疲倖.. 這肆子 我們划算 有這麼小 我覺得 我們心情 我們離開 你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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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上的世界 管你的快感 I don't do this for TV 等着睡觉 比你年晚在等外面 除了看的眼光灿烂 或许我爱你 就算你不是我们从来看的不一致 我爱自己 你已不会在我眼里存心思 你也敢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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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 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把我们衣服扭靠虎口 那就不一样分离 美好爱情 我就爱着眼睛尽 因为你 喜欢那些话是骗我说 但其实大的时候你都是在指责我 就算是curse world 来自你口 it's beautiful because where are you It's beautiful 在你里的意 她们的爱我笑对 感免被你有个种combo 所以很烂路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双子座的善变 电影 我是你的生命星座让你便便发现 当我有话想说就算我们不会再讲话 我也没有多好就算我只能装得很像 只有撤零天在撤零天上那个部分 你不可能变优秀跟我们的朋友一样 I need a minute huh I need a minute huh 写过两首新歌给你 This is goodbye my love 不再是秋月的新手 yeah Goodbye this up 不再是游戏的新手 yeah I'm fucking tight 她们是没事的离开你的海 和冰山们想说自己是悲惨 我讨厌自己没事灰心软的西瓜 当你没事断水当悲惨 Yo this is the last time We're some last time singing this song 我说是 last time 对错的人去 singing this song Yeah for real 你也敢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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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成你的氧气 Oh oh 掉进你身体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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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刻刻在你心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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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么么被我 爱你 爱你 我喜欢爱你 味道味道 还有你的怀里 我们不用分离 Oh baby 你好爱情 我却爱怎样贴近 因为我们安静 会一直没有距离 你最美丽 我觉得意义真的很大 因为其实 爱你这首歌已经快十年了 然后在这十年以内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做一些不同的版本 或是remix 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没有想到爱你 其实可以有一个饶舍的版本 歌里真的唱得很好 然后So what的flow算是蛮难的 其实真的是很难 就除了说就是字数很多 然后长短不一定之外 有时候中间那个 一直有一个小的swing在跳这样 所以其实是很难的 我喜欢爱你就算你不是我们 从来看的不一致 我爱自己你已不会在我眼里吹息时 你还敢爱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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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大家都注意到就是 跟着Hook一起唱合音 大概很少 在这边的选手 大家很少可以向你 做到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你很亮眼的部分 在这次的演出 我想要特别讲一下那个 Kimberly的 麦克风掌控方面 我觉得麦克风 对你来讲已经是一个乐器了 大家发现他只要唱到大声的时候 他就往外拉 然后回来迅速 感觉就像在演奏伸缩喇叭 或是小滴心一样 就是没有隔线的东西 你知道 想在沉溺你的氧气 溶进你身体里 我在之前别的演出机会 我在台下看你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你这个技能 真的太厉害 然后今天果然重现在我们摄影棚 真的太厉害了 谢谢 对 谢谢 收握的部分呢 就像刚才Leo说的 Flow很复杂 那我想问说 你有没有加Click在你的监听里面 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决定 尤其是第一段 就只有Akoustic Guitar的 它的执法的那个节奏而已 几乎只能听那个东西了 再加上那个backing 应该是就是program里面 你先录好的 对 就是Alib跟和声的部分 所以一方面要听那个 然后一方面要听吉他 那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你第一段 好多地方都跑掉了 尤其是跟你先录好的那个东西 搭在一起听的话 就会显得稍微明显 等到第二段有鼓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状况明显得好很多 其实我是认为 我们不一定每一首歌都要在那边 展现那一种很难的Flow 还是每一首歌都一定说什么Flow 要有所突破 像这首歌基本上 我是一首情歌的话 那我觉得它更适合的Flow 应该是这样 呢喃的细语 在你耳边这些倾诉 这首歌一开始是只是吉他而已 那我觉得只是吉他的话 我们没有鼓点 那我们是不是就 让它更像是在倾诉情义的这样子 一个说话的方式 我觉得会更适合这首歌的氛围 那Kimberly的部分 我就觉得So What 比较害羞 然后你就是在旁边很多那一种 专业的这些肢体 让我们好像在看一个 Show的这个演出 不是只是在台上唱歌而已 而是你绕着他转啊 牵着他的手啊 诸如此类的这样子 在带他更进入这个情境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专业的一个巨星的架势 谢谢你的演出 谢谢老师 So What 你这一次选择的Flow 我很喜欢的 这个歌词看下来 你好像在呈现一个 你是急于表达自己的男人 所以你在跟他对唱的时候 你很激动 虽然这是一首情歌 但是你作为在歌曲里面 是一个激动的男人的时候 本来就会一直想要 讲很多话很多事情 这种蓄势型的Flow 就是真的会要想讲话 整体下来 你跟陈芳瑜的互动 我很有画面 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很像两个情侣 一个男生在告诉对方 说我就是怎么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 不然你想怎样 在吵的时候 老实讲我很难 帅得起来轻声细语 然后把Flow排得好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画面的 3 9 8 9 9 2